大家好,我是小摩,今天是我在生山小溪养鱼的第13天了 目前的话第一阶段宣布彻底失败了 鱼塘呢也听从网友大哥给的意见 进行圣食会,进行群方面的消毒 趁着鱼塘消毒的这个期间 我跟我叔打算回老家另外一条生山小溪去考察一下 从新城开车到我们老家开了50公里 终于已经到了 然后跟我说马不停蹄的就前往我们农村的小溪去看一下当地的雨情情况 我清晰的记得以前我的脚下有很多小路的 但是由于零久没人管理了 导致河边杂草虫生一点都不好走了 我大致观察了下 发现小溪里面确实鱼虾很少了 螃蟹倒是还有啊 依稀还记得以前小的时候经常在河边这里垂钓桌虾 哇 各位大哥有好东西啊 你这个八月瓜呀 已经开了 站下来 命气整个好呀 还有那其他的 这剩一颗来了被我遇到了 有蟲在上面啊 八月瓜 哇 有蟲这里就不吃了 哇 嗯 嗯 这个也是我们小时候的野果呀 小草莓 想不到生产还是赋予我们很多美食啊 嗯 酸酸甜甜 各位大哥今天跟我说从杏城到我们农村老家这一边了 来看一下我们这边这个小溪啊 我们小时候啊 这条小溪还是很多河虾的 很多那个八十鱼啊 七十斑 今天跟我说啊 大致上来看了一下 目前的话没有鱼了 就还有螃蟹 啊 好多这个吃啊 所以说我跟我叔商量了一下 我们杏城的 杏城的第一期工程啊 可能先暂停啊 可能要先回老家来 把老家的小溪啊 这个 把鲁鱼进来 把这小溪的生态给它恢复一下 因为很怀念我们小时候啊 经常来这个河面啊 捉虾呀 小时候家里穷啊 捉鲁鱼回去啊 加仓 改上伙食 哎呀 再往上走观察一下 依稀 记得小时候 这些石头底下躲着很多鱼啊 但是 经过我 观察了一下 找了一下 确实 没有看到鱼虾了 太难了 小溪两遍 已经没有路了 太难走了 再往上游去 找一下 看有没有鱼 各位大哥 找了半天 确实没什么鱼了 但是我发现 这个池塘 比较适合放鱼啊 用来进行防殖 到时候给它拓宽一下 挖深一点 就差不多了 好东西啊 各位大哥 这个是乌仲军 各位大哥 已经回来做饭了啊 今天有肉啊 还有这个 我们这边的特产呢 大山里面的亭薯肉 用来炒辣椒呀 那是非常的美滋滋啊 起码能干三碗饭 今晚有口福了 我们村里面 都是烧柴火做饭的 爆炒吃的农家土猪肉 都是特产呢 爆炒这个马扎 好 现在加大火啊 准备爆炒这个亭薯肉 已经开始炒了 防炒一下 这个亭薯肉 已经炒得非常香了 二黄 各位大哥 那个小夕啊 我跟我叔已经去考察了 里面确实也没有什么鱼虾了 所以我跟我叔啊 想了一下 打算进程的第一期工程 先暂停一下 先又先回来 把我们老家小夕的生态 先给恢复过来 现在的话就准备吃饭了啊 这个爆炒甜蜜豆啊 还有都是美味啊 准备开吃了 那这个视频到这了 拜拜